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 小林茶间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这个中国啊 这个细胞者新时代特色思想管理底下的中国 不行了啊 乱逃了 昨天晚上也说了 就是现在无论什么社会治安啊 什么安全啊 有人抢有人偷有人强奸 到处管理没有管理啊 警察都去他妈咽核酸去了啊 都去反过来的警察 他妈现在我家里面住的好好的 请出去啊 家里面的冰箱啊 翻墙倒柜啊 就跟强盗没有区别 直接家里面的被子 全部被给亲走 全部给你什么消杀 全部给消灭 扩大类似啊 直接把你丢掉 你要重新买 重新好不好买呢 现在中国这个情况 重新买是不是更贵呢 有的有的地方 还在封城啊 像上海 还在封城 你把东西丢了 我当让你买它 那杯子也没有 啥也没有 你让我怎么怎么胡呢 啊 还有高考 哎呀 没法高考啊 现在教育秩序完全混乱 乱套了啊 所以内部完全乱成一国州的这么个社会 乱了啊 就这么个社会 哈哈 你说这个我们这个视频就拍拍外资了 你说外资润不润呢 对吧 你这个中国人都想润 你说外国人还不想润呢 对吧 啊 这个每个人当然都是个精致的什么利己主义者啊 论之前没有人说自己论的啊 都都是哎呀 就闷声发大财 哎呀 这个闷声安排啊 安排安排的 马上上了飞机了 每个小伙伴都这样的 我身边就这样啊 无论是反贼还是还是什么不 岁月经好的派的还是是哪里的嘛 包括香港人 包括中国人 包括都是这样的 都就是那个飞机已经到了外面了啊 已经在长田机场上下飞机了 已经在东京下飞机了啊 已经在纽约下飞机了 这才发个朋友钱报一下平安 都这样的 论之前没有人说的啊 那都是闷声发大财的 那今天说到外资吗 那外资也要跑了 你在神经病一样的国家 你说外面的走不走啊 啊 今天我们集中就讲一下大的来了 大的来了啊 啊 美国东盟峰会啊 所以我是先铺垫一下国内啊 你国内他妈 风人怨一样的 现在 那人家跑不跑 是呀 你是个正常你跑不跑 发神经嘛 对不对啊 那那人家肯定跑了 谁跟你玩了 对不对啊 你们三天两头就封城 三天两头就停空 那谁给你玩了嘛 对吧 你今天是把居民居民楼消杀了 比如我我这个纺织厂 那明天是不是要把我纺织厂也消杀一下 我纺织厂里面的物料啊 纺织厂里里面的材料 是不是全部要消杀呢 对吧 按照这个逻辑 我我开个厂的 我里面的所有的 这这个被 呃 准备好的 这个这个这个物料 是不是全部要要掉 要掉 里面都有病毒 按照这种逻辑 我开纺织厂的 呃 开比如一个皮箱啊 就呃 呃 那种就是 呃 呃 紫皮箱啊 紫皮箱 那是不是全部有病毒的 是不是啊 按照这种逻辑 哦 这个工厂出来一个阳线 整个工厂所有东西都丢掉 比如一富士康出来出来一个命令 我整个富士康停工啊 富士康里面的员工宿舍里面的东西全部丢掉啊 富士康里面的工厂里面的仓库里面的东西全部丢掉 对不对 按照这种逻辑 是不是这样啊 比如上海出来一个知识钱 整个上海表的清掉 哈哈哈 是不是是不是这么个逻辑吧 如果如果也要要消杀 你整个整个市政府大楼里面 市政府文件全部烧了 哈哈哈 真的 乱套嘛 对吧 所以就里面乱套 是美国啊 所以我今天讲啊 就是告诉大家 美国搞一个什么东盟峰会 跟政治真没有半毛钱关系 真没有半毛钱关系 让你来做美国人 美国政府是服务于美国的呃人民与经济啊 他有责任维护国民经济的平稳 对吧 啊 作为美国 那我那我我这个国家的呃供应 你三天两头不给 比如之前2020年的时候 就美国3M啊 在中国的口罩工厂 那个口罩居然被扣下来了 那我的独自工厂 我我的口罩生产的 我想送回美国去 他不让 就这么这么个情况啊 所以整个世界就震动了 当当时为什么日本马上要投钱 就把把医疗呃系列的全部搬回日本去 补贴的 当时日本是补贴的 呃 所以你也就看到 这牵涉到你简直你那玩意 没人可以跟你玩了 已经啊 啊 不是说看不看好 你中国经济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是神经病 没有人可以跟你跟你跟你合作 啊 所以出于对本国人民负责 不然你三天两头搞这么个东西 人家那总统呢 那没有办法 那跟跟民众交代的啊 比如比如什么拜登 所以没有说什么什么意识形态 没有 现在就是根据实际 我也没有办法把工厂放在中国 明白吧 啊 所以绕半天 你说美国东盟峰会 你不要说什么意识形态 或者说要他妈的搞死中共啊 哎呀 现在就是人出于实际 啊 人家就是要把这 所以说搞了这么个峰会 绝对也不是摆姿态 因为他不是搞政治 就不是搞姿态 明白吧 现在是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乱套乱成这样 他要坚持心灵 你说的坚持心灵 包括习近平说了 政治局说了 人 那我当你是真的了 对 难道难道你 你习近平说了 政治局说了 下面每一级官员都说了 那我就只能按照这个 这个来执行我的政策了 对吧 你说的坚持动态清延不动摇 对吧 啊 包括 呃 WHO啊 所以所有流程 其实都是有 有一个流程 在有一个法理流程 你看WHO也给你建议了 里面他是有有个逻辑脉络 大家看到 可能是 是这些西方国家也找WHO去协调了 这一次啊 你看WHO也是协调了 然后他妈他也不听啊 谭德赛说了 谭德赛出来说了 所以谭德赛说这个事情 我就说背后肯定有很大的啊 东西啊 他不是说随随便便说一句话啊 那那他就 这个谭德赛就呃 说了嘛 他他们不听 他说了我已经跟他们的专家建议了 但他们不听啊 啊 所以所以他们不听 就是怎么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那么不听就呃 就就 没有办法了 我们就走了啊 现在我又找了WHO去 你谈书记跟他最熟了 你去跟他谈 你也谈不了 对吧 你谈个半天谈不了 你也谈不了 我们更加谈不了了 他跟拜登是 是不不 按嘴饮啊 啊 广东话 不聊不可聊不来啊 他他不聊不来 就就所以都聊不来啊 啊 其他小的国家对吧 说你比如什么 我我是个菲律宾 那么中国更加不听我的了 你拜登都不听了 难道还听我菲律宾了 对吧 也不听我什么柬埔寨的咯 对吧 不听我老挝的咯 所以大家搞搞了半天 半天 就哎呦想了个办法干干脆这样吧 我们 把供应链放放在东南亚 中国这里我们就不要理他了 我们不知道他干嘛 发什么声音 所以这就是美国东盟峰会的一个 本质上的逻辑 那我们再看啊 比如最近其实都都在脱钩啊 都是你中国是个神经病 明白吧 现在现在就现在就是 没没人可以跟你跟你搞 然后你看美国继续啊 将11家中概股列入预债排名单 而现在已经很多中概股列入这个确定 债排名单了 都确定了啊 就就是要要债排 因为你看这个最新列入的 比如金山云滴滴 去头条啊 511套啊 叮咚买菜爱点击路金索控股等等 啊这这些都都是列入了 然后呃 5月31号前要要提供证据 证明自己不具备被摘牌的条件啊 如果不是就列入确定摘牌 就这就很已经很多批了 之前那些就已经全纳入了啊 就就是已经都过期了 就是列入了这个确定摘牌名单 所以你看到就中国反反复复就是还在降温 还在搞这种就是可防可控 千万别信 经历的这么多你还信 你还信可防可控 你看这个 这个猪头肩啊 猪头肩又出来了啊 这中国企业被列入名单啊 并不代表被摘牌 还是这一句啊 每次他都说这一句 其实不解决任何问题 你看这猪头肩啊 这个开记者记者会 跟美国证券监督部门沟通 美国执行相关国内法的步骤 并不代表相关企业摘牌 这些企业是否摘牌 和是否在美上是取决于中美审计监管 合作进展和结果 所以这个猪头肩 我看到他都不顺眼 这个了人 作为这些什么外交部的 有没有真正给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去斡旋过 天天去就去骂粮 就这么一群公务员 他汉道宝说啊 他猪头肩汉道宝说啊 天天公务员发工资啊 王毅天天发工资啊 你就出去骂粮 你收了工资就出去骂粮 作为这些外交部的 如果是真是中国哪天作为一个正常国家 你们这些公务员啊 有的人说他们根本都不是公务员 我以公务员要求他们啊 他们是作为一个公务员 你应该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 你给美国人跪下 你也要跪 对吧 你不是掌你的自己的 猪头肩的面子 掌你王毅的面子 现在是要掌中国人的面子 你吃吃死的也可以吃 你就是美国人叫你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轰得美国人开开心心的 帮中国人民争取到订单 争取到外贸机会 那你就是个合格的公务员 对吧 不然你 当然我这个我这个要求就很高了 这些他妈流流氓 或者说垃圾东西 那根本就不是没有半毛钱这个就敬业 啊 没有一点点荣誉感 他说共产党人喜欢讲集体荣誉感 这个猪头肩 整天是他自己的荣誉感 他出去骂人 我们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你骂了半天 不是长了你自己的脸 然后把中国人的饭碗砸了 这是自己的荣誉感吗 这是你自己的荣誉感吗 所以这个真的 我是作为做生意的 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 我是15年开始 我就对这么他妈一群人 我是非常不满意的 你们这些公务员 你是你收人民群众的税金 你是这样做做事情的吗 你是出出去把中国人饭碗砸的呢 啊 所以我我真的对这一群人 我是相当不满意 然后你看啊 然后你看啊 这个外面啊 现在现在是不了中国 你看近日迪士尼首席执行官啊 波波 乔佩克啊回应财报移云啊 表示他相信迪士尼电影啊 反正他说相信迪士尼电影 在没有中国的情况下也能过得很好 他指出正在上映的这个奇异博士二啊 疯狂的多元宇宙啊 在没有中国的情况下 没有在中国上映 仅耗时一周就突破了5亿美元的全球票房 表示这恰好说明 有没有中国业务对中国对公司影响不大 你看迪士尼就公开叫板了 其实这就是作为一个这种文艺工作啊 的企业啊 以前我特别质疑 就有有几家就在中国大陆做这种IP的嘛 什么奥飞动漫啊 这种这种企业 当时就最质疑就是 你如果在中国搞IP啊 搞这这种就是文艺作品呢 你如果不突破中共政府或者说中共政府他的这种审查 他是越来越严格 越来越不靠谱 越来越乱套的话 你做文艺作品没有办法做 你没有办法做啊 因为他明天就叫 因为他叫你拍的那种东西没有人看 要做为迪士尼 他其实要坚定抛弃中国市场 因为搞中国市场那我们真不用拍戏了 我天天迎合他的标准 那那那那我这个作品真的是那闷啊 那没有无聊 那搞出来个无聊的东西 谁看呢 你不搞点劲爆的 对吧暴力的事情 你不搞搞点刺激的 谁看呢 对不对啊 谁看呢 你那玩意对吧 所以所以作为迪士尼 他肯定走上这条路是不出奇的 因为没有没有办法弄啊 这个这个搞搞一堆的 难道我就搞成个新闻联播 迪士尼拍个拍个新闻联播出来 搞个搞个钢铁箱 出来播新闻联播啊 那么这不可能呢 其实就美国漫威英雄系列在中国退了以后 就中国中国不让他上瘾之后 中国的票房少了很多 对于中国的影院来说也是个损失 真正搬起石头砸这一脚的 中国的这种审查部门最后就把中国电影院的饭碗给砸了 你说想当年就是那个复仇者联盟 最后就把复仇者联盟就上完了 然后就疫情然后就把外国电影停了嘛 复仇者联盟之前哇那可是真的是中国电影院业绩的高峰 就是你看看回万达电影的股票 看回什么大地影院引线的股价 那高峰都在复仇者联盟就疫情之前 一方面是疫情 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把外国电影停了嘛 里面剩下的一些什么其实想吐啊 什么你好叉叉叉 那些都无聊的要死的电影 什么无聊就是无聊啊 里面就是没东西可看 就像我以前在看守所一样的 我在看守所 那么看新闻联播看的津津有味的 因为没东西可看 你妈就是把你关起来 你就看那个除了看那个没东西 没有东西可看 这个内容太多了 你看这中国官媒简直是这个你要打他的脸啊 你看这中国官媒呼吁外商保持定力 与中国共克时间神经病 你就呼吁他保持定力呢 你有出来解释过吗 如果外商要求你不动态青年 你接不接受 你不接受 你不接受我提的任何建议 那我跟你共克什么时间 你是个神经病 我跟你共克时间 嗯 所以他他自己你看 这个你看这个欧盟啊 中国欧盟商会说 百分二十三的会员 因为动态青年 疫情防控 就就要要撤了啊 全部要撤了 计划到东南亚开场去 然后这个商务部发言人啊 呃 中国经济任性强 潜力足 哎 长期向好基本面不会改变啊 继续为世界经济提供强大动力 开放中国市场 为各国企业在华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没人起 你这里有机会吗 你这里都是坑里 这里有机会吗 谁谁想进来 中国人都想跑 外观还想进来 还创造机会 你不用你创造机会啊 啊 你就关起门来 你继续关 啊 为广大外资企业 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全世界就理中国有机遇 我就不信全球两百多个国家 就理中国有机遇 是吧 东南亚没机会 印度没机会 呃 越南没机会 日本没机会 日本的机会 比中国多 呃 所以就就是这样啊 这个是 这还在自己 自说自话 啊 这真的是 这这 没没得搞啊 先说到这里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这个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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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